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杰达地产的broker Fred Lee 很高兴又跟大家在2014年11月份的 多人多房地产系列讲座中见面了 上一次我们提到过 是在卖房中要注意的几个重要的问题 那之后呢 有很多的网友打电话给我 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都是关于定价的问题 房子怎么定价 怎么用哪个价钱放到市场上面 比较很容易的卖掉等等 那这次呢 我会利用这次讲座专门谈一下 这个房子的开价的问题 我们说在市场上面呢 上次我们分享过这个啊 时间价格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 他这个 房子呢 放到市场上以后呢 当然了 他又都有几种不同的开价了 一个是按照市价的走 一个是低过市价 还有是一个高过市价 那有可能 这个是呢 买家的新 放到市场以后 买家的这个关注度啊 高到低 有些房子呢 他卖不掉 是因为开价高嘛 开价高的根本 买家根本都没有看到这个价位的房子 所以呢 怎么办 过了一段时间减价 减价还是关注度在减低了 过了最好的那段卖房的时机了 那再减价减价 最后可能还没有达到市价啊 这个market price 啊 这是price 有些呢 就按市价 市价可能是在 比方现在呢 在多安多市场上面 有差不多 半个 一个月左右 是他这个房子能交易 可能在一个月左右交易了 有的呢 低价开 低价开呢 直接hit market 可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就交易了 所以说呢 这个房子呢 呃 能不能 顺利的卖掉 我看50% 强啊 这个都是 由这个 你的开价来决定的 呃 在现在多安多市场上呢 比方说刚刚过去的这个 呃 十月份 一共呢 八千五百个二手房子交易 市场的inventory呢 市场上的inventory呢 是在一千七 一万七千左右 所以说呢 是在50%的房子 能够卖掉 还有50% 卖不掉 开价 就是很关键的 这个因素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都是呢 我刚刚的 我自己呃 卖掉的房子 刚刚的交易 啊 第一号物业呢 这个是一号物业啊 是在15号greenview 一个八楼的一个单位啊 两睡房 两个洗手间 一个parking 一个locker 啊 呃 如果熟悉 所以 Yang and Finch 多朋友呢 对这15号口 那是很熟悉了 这是这边的tried out 建啊 加拿大第一康诺建筑商 Yang and Finch 地铁站的终端 交通失分方便啊 地下 这个附近的这个超市啊 电影院呢 啊 图书馆呢 还有这个餐厅啊 都很多 生活很方便 而且这个单位呢 它是open的 这个是属于split 两开的 进去以后是一个open的living area 然后是两侧是睡房 户型非常的好 又有parking 有locker 最好的building 最方便的地区 那 嗯 就是最好的户型啊 尽管楼层低一点 但是 风景也是没有遮挡 那卖家呢 那心态呢 当然期待会高一点啊 它的市价呢 很多 看了一下很多的单位呢 是在44万左右交易 最近一段时间啊 44万左右的交易 这个很多啊 有的是低一点 有的高一点 有的楼层高一点 有的楼层低一点 另外卖家的心态也是有不同 所以呢 那大多数是在44万左右交易 这个呢 是市值 那卖家呢 这个单位呢 我们开价呢 是在 是高一点 45万9的开价 这个呢 是在9月份的 9月头的一个开价 那现在呢 刚刚被交易了 呃 这个交易的价钱呢 是44万 刚好跟市价是一样的 中间呢 在卖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呢 我们调过一次价格 由45万9 调整到44万9 那么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最后呢 在44万的交易 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上面 它的交易还是很活跃的 但是你开价一定要在 这个买家是很理智的 在这个 最好呢 是在它的市价附近 那比较容易交易 这是第一个case 第二个case呢 也是在阳安finch 是509 第二号午夜啊 509 B-Craft Road 五楼的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呢 是两个睡房 两个洗手间 一个parking 一个locker 850尺 管理费高一点 650块钱 全包 很多相似的单位 在最近三个月之内的交易呢 是在39万到39万5之间 那么这个单位呢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unique的地方 就是一个大阳台 一个大terrace 卖家非常的理智 开价是39万9 开价 39万9 那最后呢 是在40天的时候交易了 交易的价钱呢 是39万5 这个价钱呢 正是他所期待的 40天 刚好是这个楼 差不多平均的 交易的速度 所以按照市价 略微高一点的 这样的开价 这个房子呢 还是很顺畅的 在市场的平均的这个速度 时间之内交易 卖家也很开心 第三号物业 第三号物业呢 是一个一加一的单位 三号物业在哪里呢 也是Yan Fitch 但是离地下山远一点 60号 Bing Avenue 17楼的一个单位 17楼 它的这个风景呢 是向东的 一加一 毫无遮挡 非常漂亮 有一个洗手间 一个parking 630尺的单位 630尺的单位 这个单位呢 很多最近的交易呢 是在31万左右 30万左右 那么卖家呢 他很希望呢 很快的卖掉这个单位 那他呢 我们呢 选择的这个 一个开价的方式呢 就选30 30万5000 低开 因为这样的话呢 会吸引很多的买家 啊 我们期待着可能会不会有 multiple offer 就两个以上的offer 那结果呢 确实是有两个offer 进来 差不多在四五天的时候 就收到了两个offer 那最后呢 交易的价格呢 就是31万 就是它的市价 所以说通过上面 这几个例子呢 我们看出来啊 那么无论你是怎么 用哪种开价 最后呢 买家是很理智的 他这几个没有出现 非常crazy的状态 这现在的condo市场 那house是different story 但是现在我们讲condo 那都说现在是 很多是不是 这个交易方环 看现在三个单位呢 都是交易 当然这是在地铁地铁线上啊 很容易交易 那么呢 买家呢 第一呢是很理智的 第二呢 最后的这个卖家 是由买家来决定 他愿意出这个钱 才可以有交易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现在呢 如果卖家呢 在卖房的时候呢 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把自己的物业呢 弄到最好的condition 那么呢 放到市场上面去 还是能够呢 达到这个你的要求 卖到一个理想的一个价格 那在这呢 也是给公司呢 做一个小小的宣传 那卖家地产呢 我们有很多位呢 非常有经验的卖房的经济 如果您想出售您的物业的话呢 也希望联系我们卖家地产 一定用最便捷 最专业的服务呢 为您提供最好的这个service 好 谢谢大家啊 我们下次再见